中文不好有兩題 昨天國內出現第二例的 喉鬥境外移入個案 請問目前個案的身體狀況 如何 那他的接觸狀況如何 有沒有進行匡列 第二題是台大公衛專家指出 國內防疫 應該要採取地方流行監測 如此一來 預估到8月底確診數會降到7000人以下 即使B.A.4 B.A.5來襲 也能夠控制在9000人 左右 請問指揮中心怎麼看 謝謝 好 先解釋一下這個陳秀熙老師說的地方 的疾病監測 他其實會變成是比較是重點 族群的監測 就不是說大規模的做篩檢 做普篩或者是廣篩 那當然照在這個篩檢 策略改變的狀況之下 確診人數就會減少 可是他並不是說感染的人數就因此減少 所以只是說我們偵測出來的比例會下降 那是說黑書會增加的意思 那當然這樣 可能是說因為驗出來的人變少 那個每天公布 的人數就會變少 不過傳播的情形流行的趨勢 我們還是有需要掌握 所以目前我們還是打算 在觀察這個Omicron B4 B.A.4 B.A.5 在本土這邊入侵跟後續的一些影響 狀況之下 再來討論說這個監測的方式 是不是有需要做一些調整 以免說在 這一個改型跟章的這段期間 就發生了新的 流行的時候 反而因為調整這些監測的方式 而沒有辦法及時的被監測到 那現階段 我們事實上做的監測也都是有限度的一些 匡列跟採檢 並沒有說像先前一樣有大規模的做 普篩廣篩 所以事實上在監測的這個 情形下面已經沒有像先前這麼的密集了 這個 實際上對於我們每天公布的 病例數還是有一些可以跟先前做 參照的方式 有便於來做比較 那如果說立刻把這個監測的方式就改成 是地方流行疾病的監測方式的話 當然病例數會很快的看起來帳面上會下降 可是這樣事實上對於整個流行跟傳播的趨勢是 沒有辦法很精確的掌握的話 那我想對我們防疫 配套的一些策略 事實上是會有比較不利的 一個調整方面的影響 所以我們還在 繼續的研討這個 可能特別是針對目前的 BA.4、BA.5的威脅部分 還需要再觀察跟評估